这期节目咱先看两张照片 两个男人一个年轻一点80后英国手下 一个年老一点60后英国现任手下 一天之内完成最高权力交接 而且是无缝衔接丝滑过渡 人家英国最高权力交接的这个力所就是您说值得不值得学习 我说值得学习 关于英国首相又坏人呀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完成最高权力交接 英国前首相要到最高权力那地方 人家有国王知道吧 要有象征性的最高权力者批准授权 英国的历史传统不能违背 第三英国最高权力交接既体面又富有效率 下台的是个80后继任者也不过才60岁出头 美国这以后我不说美国了 仅可能少说美国 英国这两个最高权力角逐的人 没有昂萨没有尤萨国 两个80岁老头之间的那种逆逆歪歪 恶言恶语对吧 干脆的意思 一天就搞定了 第四英国这个国家呀 八年之内换了六任英国首相 什么意思啊 看着谁干都差不多啊 换汤不换药呗 换药不换汤呗 就差不多一样啊 谁当首相都没啥差别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名义上最高权力是国王 国王呢任命的票捷出来的首相 首相谁当都一样 哎这个英国人家玩的好 第五 英国政治模式不搞圣王败寇 好 只讲愿赌服输 好 只讲风水轮流转 首相经常换 谁住唐宁街 说变他就变 美国跟班小小小 大英帝国难难难 英国难呀 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日不乐帝国 现在虽然摆出一个还是大英帝国的架势 但其实殖民地已经收到的差不多了 过去从全世界搜刮钱财 所以能支持英伦三岛上过着富裕的优雅的生活 有绅士风度 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名义上说 前两天英国大选刚刚结束之后 英国的媒体又拿中国说事 说是中国汽车对英国汽车业构成了冲击 世界几大汽车巨头都掉头就走 对中国性能先进的新能源车采取不跟你玩的态度 你英国有啥汽车工业 你英国汽车工业你还跟中国比 英国卖的最好的品牌是大众 大众在英国的售价换成人民币 抹掉余数33万 Polo19万 高尔夫25万 英国呀 无论从汽车方面看 从各个方面看 从军舰方面看 英国不仅经济压力大 而且是大英帝国的面子想维持都很难 英国的事儿简单说 根本就不是换个手下能搞定的 现在英国制造业过去工业国啊 现在英国制造业还在哪呢 没了 现在英国靠什么东西啊 第一靠王室啊 第二靠英超物啊 第三流血产业在支撑 你这仨东西支撑英国 我曾经做过系列节目 英伦三岛 在英国走了那么一大圈 哎呀 有个惊人的发现 那就是英国还保持很多老传统 几百年来英国那个城市还那个样 比如约克 约克的城市还那个样 他那儿居然有城墙 那城墙居然还跟中国的Great Wall 中国长城相比 能比吗 他那个城墙啊 我告诉你啊 一般小猫驴儿一撂折子 蹦就从上面跳过去 那城墙你跟中国的万里长城相比 你也真好意思 但是英国人要的就是这个面 要有面就不能丢这个面子 其实俄乌战争的时候 英国就拱火想搞地缘政治 想让欧洲和美国打起来 因为他托欧勒曼你打呀 你打你们两个打 愚翁得利呀 但是呢 事于愿违 整个美西方没搞过俄罗斯 想抢夺75万亿的俄国的资产和财产 结果俄罗斯说你要这样 我就那样完全下名棋 长话短说 现在英国的军事力量不行 经济力量不行 科技力量不行 那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就是英国的 无以伦比的 先进的政治制度 先进的民主制度 我们换最高权力 一天就大马上放购 我一天就左马登 八年换了六任首相 没事我换首相 我首相换的琴呢 首先换的琴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一点不是嘲笑英国 我只是在想英国过去 作为一个孤权海外的小孤岛 自然条件一般化 国土狭小 人口也不多 资源贫乏 为什么在近代人类史上 曾经有过辉煌 在那个时候 在全世界的制度 都比他不如的时候 亡在法下的制度设计 和英国议会制度 英国工业革命 带来的工业成就 还有高效林立的现代教育体系 的确造就了不凡的科技实力 还有商业 还有市场契约机制等等 这些理性的逻辑的思考能力 为日不落帝国 再加上它庞大的殖民地 它积累了巨大财富 但是这段话 即使你再用抒情的句子去说 也不过是昨日黄化了 所以在今天的世界政治历史上 英国换首相这么大的事 你也没啥动静 在英国工党 保守党里边也没啥动静 那在世界上更甭说了 所以英国自个儿 换着手相玩呗 没事你就玩呗 玩一个什么 玩一个范德彪说的 玩一个gime 玩了一个gime 英国人自个儿gime不gime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斯玛兰 再见